黄金博物馆的四联洞作为矿业时期的生活住宅 承载了许多矿山的生活记忆 而现在这些记忆化身为各种主题的小故事 藏在精心设计的QR Code的小木牌上 只要动手扫描小木牌 就能够知道四联洞空间的角落里的秘密 而黄金博物馆也特别邀请游客们一起来探索 黄金博物馆的四联洞以修旧复旧方式整件 日式老屋搭配斑驳红砖墙 是金华石地区保存最良好且完整的日式宿舍 细致的木结构吸引许多剧组前来取景 也是来访访客必定拍摄复古照的圣地 来过 第一次来过 还OK咯 还不错 感觉很安静 然后之前也去了很多日本的建筑 不过这里就有一点就是比较虽然很多参观的展品 是重新创作起来 但是有一种生活过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很愿意 宿舍每个角落的小物件都吸引着游客好奇目光 像是询问度最高的收音机 为什么收音机要放在天花板这么高又隐秘的角落 只要拿出手机扫扫旁边的小木牌就能得到解答 原来是当时收音机价格不菲 大人避免小孩碰坏就将收音机藏在高处的角落 并且在夜深时躲在房间偷偷听广播 有关四联洞的一些人文的小故事 我们在不同的角落有设置一些QR Code 像这样子 就是民众只要用手机去感应拍到 就是他这个QR Code就可以跳出来 他有关这个空间或是这个角落 他想要告诉你的一些小故事 黄金博物馆表示今年特别在展场内 精心设计的情景布置与简易操作的互动装置 例如触控多媒体 互动式投影 设计精巧的QR Code等等 还有换装小游戏情景拍照 结合互动科技与人文历史 提供更丰富多元的展示内容与体验 欢迎大家踊跃历临参观 细细品味四联洞的时空之美 解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